西螺果菜市長呢 他所經手的水果菜啊什麼的 爆爆醬 居然因為一顆胡蘿蔔引發大戰 對 沒錯 那麼我們講到這個果菜公司 其實你知道嗎 過去包括基隆 就是整個雞蛋 你知道嗎 都有人特別的撐這塊 我們每次都要整個雞蛋嘛 對不對 都有人在撐這塊 不要小看啦 一天全台灣有多少基隆 來來去去 那麼事實上呢 在這個雲林西螺過去啊 也曾經這個警方呢 逮捕過那麼當年的 這個政代會的這個主席啊 然後呢 認為這個政代會主席呢 他這個涉嫌呢 在用地方派系的腳頭力量呢 霸佔了果菜市場 還有啊 還有附近的八大行業啦 殯葬業等等暴力恐嚇 那麼收取於保護費 雖然這個政代會主席啊 他矢口否認 他否認一切的犯行啊 但當時警方把他移送法院 然後最後呢還深壓 那也低檢處的檢察官 也把他起訴啊 那麼事實上呢 只要有禮桃 有禮桃對不對 就有人想要蹭 有人要蹭之後呢 我們過去都聽過很多的 這個菜蟲啦 果蟲啦 那等等啦 要不然的話就是壟斷 掌握所有的這個狀況 像過去呢 在一些市場呢 那個重大的這個果菜市場裡面呢 很有名的有曾經出現過 所謂的四大菜蟲啊 他們壟斷 壟斷了以後呢 那麼你想想看喔 那麼 我只要低買高賣 那中間的差價就是我賺啊 所以呢到後來啊 他們過了什麼樣的日子呢 發小費 噢噴小費的 毫不手軟 要不然是殺董啊 賭博的等等啊 那在當年的情況之下呢 事實上啊 像這樣的一個果蟲菜蟲啊 在台灣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們想盡辦法 想要壟斷 但到現在 台灣都還沒有辦法 那麼進一步的 那個等於說啊 把這些會剝削農民的 這個狀況弄掉 比如說 我們之前談到的這個花生嘛 今年其實啊 在今年過年的前後啊 那麼在南部啊 從基山那邊的那個香蕉啊 照理來講 減產就應該要價高 對不對 就沒想到一樣 香蕉價格變壓低 結果有人用比較高的價格 那個等於說收購的時候 還被人家恐嚇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我可以用比較高的價格收 那為什麼別人 一定要把他給壟斷壓低啊 這就表示中間 有人剝削的農民啊 那除此之外 紅菜頭啊 紅蘿蔔啊 紅蘿蔔事實上呢 那麼也曾經引爆了 台灣不可思議的一件 重大的槍擊命案 為什麼呢 當年啊 那麼在彰化 天道蒙不倒會的會長 阿布特爾謝通韻 他這個 這個陸域服刑回來了以後 他的這個好兄弟 本來的好兄弟謝東松啊 因為跟著當時的 李林的皇帝 李林皇帝 叫做紅絲條 他是當時的彰化縣議員啊 那結果後來呢 他們商量了以後 阿布特爾回來嘛 謝通韻回來 他們就想說 好吧 那有錢大家一起賺 所以呢 就要一起做當年的這個 紅蘿蔔的這個市場啊 就沒想到 竟然因為這樣引來雙方的殺雞 為什麼呢 紅蘿蔔要冷凍 不知道為什麼停電了 停電了以後呢 沒有發現 等到發現的時候呢 不得了了 紅蘿蔔爛掉了 爛掉了以後 這時候 那麼本身 因為其實也是 因為金毛吉本來就不會送 為什麼呢 因為謝通韻一直認為 謝東松 欸 想我靠你起來 你是對我 你知道嗎 你後來為什麼 跟紅絲條走在一起啊 現在又跟我講 你找我來一起弄 那個紅蘿蔔 你現在跟我講爛掉了 然後呢 血本無歸 沒有錢賺 雙方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這樣子 撕破臉 當這個 紅絲條 這個李林皇帝 來到台北市 參加一個 角頭 家裡長輩的一個葬禮的時候 就沒想到 謝通韻的兒子 謝文川就在那個 我們的告別室的門口 開槍打死了紅絲條 這件事很大條 為什麼 因為呢 發生了這個事情以後 人家一定把所有的事情 跟這個阿波鬥 連結在一起嘛 結果緊接而來 所以阿波鬥一直澄清 一直澄清 但是緊接而來的話 沒有想到 後來包括謝東松 就去找了這個黃祖旺 他們呢 那麼組成了一個殺手集團 那人家電影 把這個搬的一樣 那麼想盡辦法 買通了相關阿波鬥 旁邊的人 知道他的行蹤了以後 那麼阿波鬥自己本身的這個 他的賓士車雖然是防彈的 但是呢 用卡車把他撞了以後 他的賓士車卡在這個水 最高的賣 拿出那個自動步槍 衝鋒槍給他掃 你即便是防彈的 這個玻璃的這個賓士車 都不會跟那個 所謂的步槍在那邊 滴掃滴掃 把他打成像蜂窩一樣 你知道嗎 最後 包括這個等於說黃祖旺這些人 後來都被逮捕 然後判處即刑 你就知道為了一個果菜 為了一個紅蘿蔔 竟然可以演變出江湖 這麼大的殺手恩怨